离开苍州 波兰姑娘翠花来到天子渡口天津内 三河交汇之地又会创造出哪些不一样的美食呢 天津独有的锅巴菜里竟然没有菜 带林制作的鲤鱼究竟是什么味道 不去塞不挖内脏的八大叉又是什么 奢华公馆品味平民美食 精彩的食物尽在今天的行走的餐桌 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天津 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 因地处渤海湾西岸 这里自古便是中国海运曹运的重要集散地 曹运繁荣时期 从天津到北京的运河上 每年有两万艘运量的曹船穿梭而过 金航大运河的发展 造就了天津多元的城市文化 及独特的运河饮食 翠花天津之旅的第一站 将从天津人的早餐开始 品尝一道天津独有的美食 第二站他将前往滨海新区汉谷 尝尝人们用独特烹饪技法烹制的和弦海鲜 第三站在奢华的公馆品味一道平民美食 最后在市区品尝一道带林制作的大鲤鱼 天津人吃早点习惯在外头吃 这个七种早点的比较丰富作餐 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嘎巴菜 是不是外地人都叫他锅巴菜 锅巴菜对 这个所谓所服务员呢 听你一讲是锅巴菜 他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反正我怎么讲他都知道我是外地人 对对对对 你是这个外星就决定了 好那我就给我们点 您那个喜欢吃什么 嘎巴菜 老豆腐 面叉 这些都有 锅子 扫饼 这品种有40多个品质 这是天津味的作者赵永强 将担任翠花此次天津之行的美食向导 他从书中选出了几样天津独有的特色美食 推荐给翠花 这部第一道美食就从天津早点锅巴菜开始 这个早点是天津人的首选 嘎巴菜只有天津油 这个是吃饭的 嘎巴要跟这个炉子嚼在一起 好香啊 特别香 我觉得吃的很香很香 它是用这个就像我们吃煎饼果子的那个饼做出来的 所以天津人有老话叫 鲜油煎饼果子后有嘎巴菜 当时人们在炭煎饼果子的时候 难免有炭的不太好的 就放到一边了 然后到总屋一挤雷很多 拍一不舍的影 怎么办呢 就做一点炉制拌在里头就吃了 后来感觉味道很好 所以说呢也开了饭店了 就担上了一个新的小市品种 对啊 六百多年前 曹运发达时期 船工们因为工作繁忙 习惯边走边吃 用快餐充饥 包子煎饼果巴菜流行开来 两百多年来 天津大福来果巴菜 依然沿袭着最传统的制作工艺 深受人们喜爱 张老师这个卤汁是不是跟豆腐的卤汁有点像呢 是 这个卤从外形看是像 但是味道不一样 因为这个咱们吃的擀菜的卤呢 是素卤 是从大料瓣和香菜羹 枪果 来调制成的卤 而那个豆腐的卤呢 是混卤 这有本质的区别 反正我想那么多人爱吃这个东西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呢 确实特别好吃 就吃起来很清淡很舒服 一大早吃一个这样的东西 没感觉像 呃 就感觉特别健康 我心情很好 并且有起不受拜活的作用 因为它有类豆 对人的身体有好处 有派度养颜的作用 我们朱朱北北都在吃这个糟脸 那是只有天津油啊 只有天津油 这可能全中国全世界只有天津油 真的很好吃呢 反正好天津离北京不远 对对对 以后就可以来这里吃早点 然后回北京了 行 我愿意为你当香道 对对对 除了这诱人的早点 天津流传于民间的小吃 也不下千余种 狗不里包子 十八肩麻花 耳朵眼闸膏 这金门三角 早已成为这个城市的美食名片 对外地游客来说 天津的任何一样特色小吃 都不能错过 这就是这个茶糖 对 我来一杯可以吗 可以 上面都写着什么口味的 你让我自己看是吧 这第一个是什么字 这个是有树米 树米 我不认这个汉子 树米是什么味道呢 树米就是高凉面 高凉的 黑米油茶 然后杏仁的 但是这个茶里面是什么 都有什么成的 没有就是水 那为什么叫茶 茶汤呢 茶汤又称龙茶 是五百多年前流传至今的皇家茶店 盛水的大同湖超过四十公斤 冲茶汤的人不仅要有劲儿 而且还要有熟练的技巧 否则茶汤冲不好还会烫伤自己 一般这个本地人都喜欢吃哪个口味 都比较喜欢吃第一个树米的 树米的 那要不我就吃这个树米的 行 树米的啊 要入乡随俗 天津人喜欢吃这个 我也就跟他们一样 这个是传统的 嗯 树米 然后放这个米子的 这个是米子的 它是莲花米 放这个比较稠 它要不要加点水呢 用 对 现在就加 哇 这个蛮好玩的 这个 放红糖 白糖 为什么有两个 就有什么区别 红糖提味 白糖就是甜 哦 然后挂子仁 果仁 骨头杆 青丝玫瑰 嗯 好美 就这样做好了 对 嗯 好漂亮的 你们看看 黏黏黏的 有点像这个黑芝麻糊 然后里面这些花生 葡萄盖 给这个提点这个味道 能吃出来这个红糖的味道 然后 确实是一点茶味都没有 天津 天津作为海运草粮的终点站 海难不断发生 元代的皇帝下令修建天后宫 供奉妈祖 保佑海运平安 古文化节位于天津市海河西岸 是天津最早的一条商业街 因为靠近码头 来往的传工商人都在这里进行贸易往来 如今几百年过去了 这里依然能找到很多天津最传统的民间小吃 天津特色传统小吃 我找到了 树梨糕 你现在蒸吗 这是高压果蒸的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米粉 这些果酱都有什么口味呢 有草莓 有蓝莓 有巧克力 有巧克力 有没有酸酸的 一个蒜莓的 一个迷糊桃的 这是酸甜味的 好玫瑰粉里是甜的 可以就这样了 这个是蒜莓的 那做好了 做好了 好漂亮的 有黄的 有绿色的 这个绿色的迷糊桃 我先从这个开始 吃起来有点像面包呢 香甜香甜的 有点像面包啊 然后面包上面放的果酱 这个树梨糕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我吃的时候没有吃出来梨的味道 是树梨的意思 做出来这个给梨片要选为选为的 叫这个梨糕 它里面不含梨 没有梨 天津东林渤海 是海河五大之流的汇合处和入海口 素有九和夏烧之称 天津人有句老话 吃鱼吃虾 天津是家 天津河海相拥 不仅盛产和虾胡鱼 还出产丰富的海水鱼类产品 这是汉过去最大的水鱼类产品是梨 这个季节不是海鱼类产品很丰富的季节 但是这所有的海鱼类产品绝对都是野生的 没有养殖的 养殖的对 这个党内人的管理叫小黄鱼 这是小这个雪虾 凉干了以后就是大家吃那小小鱼 那郑老师你说这些海鱼都不应该是火的吗 对 但是这海水的残别 出海以后就死了 但是一定很新鲜 这个你可以放心 张老师这就是海螺 对 这就是海螺 这是波海湾出的海螺 很新鲜 都是活的 这个你看你能叫出生物名字来吗 这个呢 那叫什么 这就是毛汉 也叫汉子 汉子 毛汉是制作汉姑八大叉的食材之一 据史料记载 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秦朝 天津东南沿海的汉姑地区就有人群居住 当时这一带俗称小盐河 当地的百姓以制盐为生 人们在用海水煮鱼虾的过程中 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烹饪技法 叉 如今以叉技烹饪的河汉鱼虾 被称作八大叉 成为当地的特色美食 张师傅这个汉子呢 刚刚擦完了 现在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把汉子肉啊 从壳里取出来 怎么取出来 你看现在已经张着烤了 一掰 就出来了 没开烤怎么办 我现在有炖的 炖的这头两头一掰就开了 哎 你来一看 这个就没开了 对 这个没开 那这头开 这头呢 对了 这哪开了 真聪明 学得很快 你看现在嫩的 不是嫩的 而且很干净 你看很干净 您可以尝一下吗 这个可以这样吃 可以吃 少吃太好吃 真的假的 真好吃 你吃一个尝 会有事吧 会有事儿 嫩不嫩 嫩不嫩 嫩 很嫩的 有点苦 这苦味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是吧 这一叉的时候 苦味就没有了 我们这个鱼怎么处理呢 我们这个鱼怎么处理呢 鱼就是不去鳞 不泡芙 洗腮 就这么简单 只有洗腮 不需要拿出来里面的东西吗 不去鳞的原因是 鳞的本身 鳞下有脂肪 很香 不能浪费 不能浪费 二 还有不泡芙的原因 就是这个季节的鱼 你都尝得很干净 就没有必要 泡这个肚子 这要保持的原始肚子 几千年前它不泡芙 现在还没有泡 所以这么小的鱼 全都是饱 整个都可以吃 对 由头十到尾 无一可弃之 没有可能的地方 八大叉的制作 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 最初的叉法 是用海水煮新鲜的海产品 不加任何调料 海鲜原料的尺寸不易过大 随着叉技不断发展 在保持传统制法的基础上 加入花椒 大料 葱姜等佐料 进行熬制 冷却是为了让汤料更入味 等它自然凝冻 剪出葱姜蒜等佐料 以凉菜上桌 这就是八大叉 是 那不应该有八种吗 八大叉 这八 在这是多的意思 不止八种 实际上 八在这是一个概述 像今天咱上的这四种吧 这是擦清淤 这是擦白虾 这是擦墨头 这种叫擦麻格 也叫擦汗子 刚刚这个是我亲自给你们播出来的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可以品尝品尝 我很好奇 因为刚刚在制作的过程 张初是告诉我 它里面这个刺应该是很烂 我就想看看 那你就先口尝一尝 感觉怎么样 果然这个刺都特别烂 很粗烂 是 也可以吃起来 根本就像没有刺一样 但是这个鱼比较咸 对 本地人很喜欢吃汤 他吃这鱼的时候 他得就这个 波波和米饭来吃 所以就作为饭菜呢 就不算太咸 我再尝尝这个 这个要比它好一点 是吧 真的没那么咸 对 为什么要吃这个 这就像其他地区 鲜餐 这个地区呢 这个也认为是烟检地 蔬菜呢 这特别是绿色蔬菜 很整贵 鱼下很多 所以说 这就是党地的咸菜 嗯 就成咸鱼 很多党地人呢 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要离不开这些 离不开 八大茶对于翠花来说 口味偏咸 但它正是以这种独特的味道 扎根于 当地百姓的美食习惯中 天津人会吃 能说 来到天津 一定要去茶馆 听听相声 天津人平时说话 诙谐幽默 能把天津人逗乐了 就一定能鸿遍全国 现在听相声 时尚 没错 咱们天津的相声 在全国有名 你看看 向观众介绍 希望您常来 对 天津还有美食 美食 吃的东西 对 天津的特色 我最耐吃的 什么 狗不离的麻花 是 那个玩意儿说在的 诶 去去去去 你得住 你 你是天津人 你不说明吃吗 美味啊 小吃 狗 狗不离的卖麻花吗 嗯 狗 狗不离的扎口 去去去去去去 在天津 食文化 渗透在百姓身边的 每一个角落 天津人吃的有讲究 吃的有层次 吃的更有味道 近代中国看天津 抛开历史 美食也同样精彩 翠花 今天我特意带您 尝尝我们天津的家常菜 家常菜是吧 对 这里上面还写的一个百年公馆 什么意思呢 对 在天津菜系当中 有一个分制 就是拱管菜 嗯 北洋时期呢 有五大总统 随后落户在天津 他们的这个菜 就叫拱管菜 其中有一位总统 超困 这本来就是天津的 一个渔民出身的 一个一个总统 很平民 他呢就喜欢吃天津的 甲昌菜 所以他的菜 要比甲昌菜 要紧细的多 所以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扒肉条 嗯 这是五环肉 五花肉 对这是肉丸子 这是猪肉丸子 嗯 这个是会亚条 这是鸭肉 鸭肉 对这是请炖牛肉 牛肉条 这是怎么做的 都是蒸出来的 还是 对都是提前做好的 这四种菜呢 也是咱们天津最有名的八大丸竞选出来的 所以说 源于民间 又高于民间 就是是一个家常菜 但是在一个国家的环境吃的 对 对 好我们出吧 你尝一下 我做丸子开始啊 它里面还有汁 我先把蘸一下 在这个 好 好 怪不得超空很喜欢吃 因为我觉得吃起来到最里很嫩很鲜 然后淡淡的有点这个姜味的味道 是 然后我喜欢这种生酱的味道 是 天津人做菜喜欢放一点酱 这就是浓缩版的四喜丸子 整个大四喜丸子太大 所以它是很精致的菜 吃来很香很香 好 那尝尝其他的菜 接下来我吃这个鸭肉 看看有没有跟北京烤药有什么区别 这是会亚条 嗯 吃起来这个肉还是有点带着一点没有那么干 就有时候鸭很害怕 就是如果蒸的时间太长了 那就很干 但是这个肉一点都不干 对 它是轻正的 并且吃不感到腻 嗯 一点都不用腻 对 那一般天津人什么时候吃的道菜 天津人过年过节都吃这种菜 老天津味的人都喜欢提前在接前都做好了 到春节时候来客人了 拿出来 证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很简单很容易 并且这个菜用天津话讲还很应可 嗯 张老师我这次到天津应该跟你学点天津话呢 是 你教教我吧 你那天吃那个巴达茶 过去的巴达茶 厚咸 厚咸 就是 现在不这么咸了 厚就是特别的意思 特别特的鲜 厚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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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好吃 你会那么错 只能说 臂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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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和臂还得分纸什么时候吃 对对对 品尝过最地道的天津家常菜 赵老师最后要给翠花推荐一道名气很大的金菜代表赠奔鲤鱼 鱼鳃也去掉了 这个糖去掉了 洗干净了 对对对 有时候有黑膜也给洗掉了 但是它上面还留着鳞 是不是你让我处理这个 这个鳞呢 是这个菜的特色 带鳞烹调 就不去鳞 不去鳞 那吃的时候就是就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那通过油炸很酥脆了 第一步先刀工 刀工 把这个骨头 把它尽量骨拿刀 把它划开 然后把这个猴骨弄住 弄住之后 弄一下 它再拉两刀 使这个鱼的形态很漂亮 如果不做这样的刀工呢 它的形态不特别好 它要剪掉一部分 对 还得把这个尾骨就是 把它剪掉 它把那后面小尾骨啊 剪掉以后 它形态能做住 炸的时候也变成熟 刀工处理完了 下面就开始 油炸了 炸了 可以炸了 必须热油 才能把这个鳞呢 一炸 蓬起来 这里大概有多少 现在的油温呢 也就是140度左右 油温不够 应当是在 170度左右最好 170度左右 它的热度啊 就把鳞片膨胀起来 带炸酥了 现在油温就基本够了 它先炸点鳞片 先要炸鳞片 但是再炸鳞片 蛮好味的 它是这样放过来炸的 不是炸鳞片 先炸鳞片 是鳞片膨胀 等它炸到一定的形态以后 再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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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鳞片膨胀起来了 这些鳞特别漂亮 一个人一个人都能看出了 然后再炸那里面 哇 噢 想什么 在明天 嗯 能听到现在这个 吱吱的响 对 这个菜啊 叫头羊 尾巴翘 焦汁 滋滋较 哇这个 好脆 加的时候都真的可以 嗯 好 谢谢 感觉怎么样 很酥脆 是 很特别 酸酸甜的 这个鱼呢 来源于卤菜的大蒜大甜 嗯 有高于这个卤菜 这个菜啊 这个全中国只有天井 也就是这道菜 嗯 这是天井独创的 叫正蹦鱼 也叫正蹦鲤鱼 嗯 这个正蹦鲤鱼来自哪里 这个名字 正啊是个鱼王的意思 嗯 蹦 就是他的活蹦烂跳的意思 那么这个鲤鱼啊 从鱼王当中给他捞出来之后呢 他在网中啊 活蹦烂跳的乱蹦 但是做得了之后呢 嗯 因为他的不刮林啊 啊头尾都是很齐全的 他这个 他的姿态 嗯 再加上刚才这个 这个鲤鱼是那个 嘖嘖的声音 嗯 就好像刚捕捞上来一样 栩栩欲活 嗯 就是 说这个菜 名字就这么来 真棒鲤鱼 那就我吃了那么多鱼 但是这是第一次 我吃那么整个的一条鱼 带着鳞 外边很素 然后里面很嫩这个肉 然后这个汤汁就很酸酸的 甜甜的 符合这种外国人的标准 哈哈哈哈哈哈 再吃一点这个 鱼 我感觉这个 这个鱼很好吃 鱼呢 含这个卵鱼籽 多吃这个可以补干 对人身体有很好的好处 嗯 甜甜还有一道名菜 叫鱼鳞冻 就是用这个鲤鱼的鱼鳞 整完以后形成的那个冻子 也是很有名的菜 那就下次吧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欢迎你再来 下次再吃那个 是是是 嗯 好 因为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 所以天津人对海鲜 有着浓厚的感情 就像我们西方人对牛排一样 平常的是一种文化 而不只是淡淡的满足口福之余 这里的河海两鲜 依然成为天津人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今天翠花来到了大粤河的终点北京 去品尝首都的地道美食 京城最后一位老船工爱吃什么 中国第一的鲁菜大师 靠什么菜成名 失传已久的宫廷菜能否重现 北京人平时又爱吃什么 所有的答案尽在行走的餐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